密林中的鬼仔石像 会是能主宰霍福的天降阴兵吗 这个阴兵很有的 阴兵出来觉得我们是兵的社会 有点怕 都怕 顺底族谱 银省祠堂 陈姓村民为何言之早早 自称顺底后裔 族谱上 所以说我们是顺底后裔 背起来跟顺底觉得是有关的 是谁制造了这些没有主人的鬼才 又是谁赋予了他如此可怕的神力 满山遍野的鬼仔石像 带给人们的究竟是恐惧敬畏 还是千年难遇的上古文明 X档案为您解读一个庞大的鬼仔王国 七十年前 正值日军清华 一个宁静的夜晚 道歉田广洞村的一位 陈姓老人在睡梦中 隐约听到了嘈杂的警部上 而且 还有人喊着口令 甚至偶尔夹杂的战斗司 莫非是日军偷袭 一个人影也没看见 但此时 嘈杂的声音却 戛然而止 这是一个一直流传在道县的故事 那位老人也许不会想到七十年后 这个名叫鬼仔岭的神秘山岭 会带着他遮掩在山间的数万尊鬼仔石像 出现在众人的视野之中 现在各种言之凿凿的说法 给这些鬼仔石像增添了更多诡异的色彩 这个据称比秦始皇兵马俑数量更大 历史更加久远的巨大古代石像群 将会给我们呈现出 怎样一个鬼仔王国呢 为了一股鬼仔石像的真实面目 我们的编导决定亲赴鬼仔岭一探究竟 在鬼仔岭首领人的带领下 在铁丝门打开的一瞬间 我们看到了令人惊讶的场景 上千座形态各异姿态万千的石像密集散落在地面 所有的石像都是坐南朝北 这些石雕人像有的五官身形清晰可变 有的已经十分模糊 只能依稀看到轮廓 从石像表面被封石的程度判断 它们似乎并不是同一时代雕刻出来 有些石像的年代显然已经非常久远了 基本上就看不出它的一个轮廓了 就只能大概的知道这是头 这是身 而且也还 而且个头还不是很大 这是脚看得出来 这是脚是吧 这脚 都看不太出了 从外形上看 石像有的完好无缺 有的却只有半个脑袋 更有甚者 已经是身手易触了 像这种小的也是鬼仔吗 特别小的这个 像您看 您看这个我可以不没关系吧 像我看这个的话 就是它基本上 都看不出任何的形态 伸手易触的鬼仔石像是当时的一种离奇的制作方式 还是被暴力破损造成的 这些石像高等将近一米 矮的只有十几厘米 所有石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无论高矮胖瘦 无论大小长短 均是整块岩石雕琢而成 从身份上看 石像的人物造型也大不相同 有的是普通百姓 有的是越马仗剑的武官 有的是手持潮护神色庄严的文官 这些石像既没有绚丽的色彩类 也没有清晰的容颜 甚至有些石像压根就没有鼻子 没有眼睛 它们显然不是艺术作品 也不是纪念雕塑 那么它们究竟代表了什么 又是谁堆放在这里的 但是我也很迷惑 不知道这些石像是用来做什么用的 它的年代究竟是什么时候制造的 因为在我们当地的史料 和当地的口碑传说里面 都没有关于这个石像的 硬核一点一点资料都没有 田广东村是距离石像发现地 最近的一个村落 这是一座古色古香的村落 村里的大部分建筑 据说都是明清时期遗留下来的 村子内部结构错综复杂 许多条巷道将村子构筑成了一个迷宫 这个都是幅林 你看它进去都一个广权一个广权 有多少户呢 现在这里还有两三百户都是这么流行的 在田广东村做了19年村之书的陈继红 告诉记者 据他所知 田广东村这个特殊构造的村落 已有近八百年的历史 但有关国一仔岭的传说 他也不知道具体流传了多少年 在诸多的传说中流传年代最久 流传范围最广的便是诡异的因兵之说 这个因兵很有啊的 那因兵出了去我们的兵的时候回来 反正我们出兵出去打仗 我们在那里那个庙 也要去打仗的时候就烧香 烧香那这个兵他就给没去了 您听过这里的那个什么 因兵的那种声音没有 因兵我竟然不敢进来 怕吗 虽然大家言之凿凿说有因兵存在 但村里的老百姓没有一个人亲眼看到 亲而听到这显然不足为信 村之书陈继红见记者不相信 他马上告诉我们守着鬼仔岭的陈高远 就亲而听到过 因兵过境 陈高远说村子里面的人之所以没有听到过音兵 是因为看不住的欲望 他也是因为这几年守鬼仔岭 这才自己亲而听到过因兵过路 而且他发现因兵过路很有规律 是农历还是农历 农历吧 农历10月15 几点钟 11点 晚上11点 所以我们的家有很多农历 那么来到脚子去 一呕一呕谁吃 您听到怕不怕 我怕我在看来 在看来他们喊他们 他们是状了 一呗一呦一呦一呦 要是发起博 一个月一次还是什么 不是 一年一次 一年一次 今年的11月15 您在这里少了五年 听了五次 之前没在这里没听到过吗 没有 老人家讲过 您原来不信 不信 后来住在这里来就信了 您能确保您跟我讲的是 真的是这样子吗 是真的 真的不是这样子 陈高远一而再再而三的 向记者保证 这绝对是自己亲眼所见 亲而所闻的事实 很遗憾 因为因兵过境 是要在农历11月15 才能够得到印证 记者暂时无法就这一现象 得出任何调查结论 随着鬼仔的显灵的传说 越来越多 渐渐 这样一个古墓参天 农印密布的地方 就被当地村民视为了禁地 方圆一公里左右的地方 很少看到人烟 上山砍柴的人 也不会往那片密林这里去 运渐 我们送去这个树子 你紧跟柴火回家烧都没已经 不敢捡 都不敢捡就回 都不敢捡 为什么不敢捡 捡就回 你说了他有病啊 真的有 真的有人生病吗 真的有 有的怕 都怕 都不敢进 鬼仔石像引出的种种神秘传说 加上村里不时发生的怪事 让村里人都对鬼仔岭 敬而远之 但在干旱少雨的季节 村民又会成群结队地来到鬼仔岭 祈福求雨 可是这些鬼仔 真能左右人的祸福吗 这些阴兵石刻雕像 到底是谁留下的 为什么会如此密集地出现在 道县田广洞村 这片偏僻的大山密林中 他的出现又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1974年 人们在秦始皇陵东侧 1500米远的地方 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地下军阵 8000多件 真人大小的陶制泥泳 标志着秦始皇统一天下的伟业 同时也守护着地下世界的安宁 如果说与秦始皇兵马俑一样 鬼仔石像也是守卫陵墓的位置 那么他们守护的到底是谁 唐忠勇告诉我们 这个答案很有可能就在田广洞村 土土上也有历史记载 所以说我们是顺着 田广洞村的城市 是顺地的后裔 村之书为了证明这个说法 马上带记者找到了 今年77岁的陈氏祖谱保管人陈国生 祖谱是传了 多少代了 三十代 四十代 最早是什么年代编写的 从这个年代开始 1862年是吧 从志元年 在这本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的祖谱飞业上 我们找到了证明陈氏为顺地后裔的名字 周知之南 一城五十里须 庭广东城 陈氏 又一须 何一须 据资料显示顺地生于姚须 也就是今天的山东省西南部 眷城县岩石镇姚流庄 所以顺地姓姚 那么这里的后裔 为什么又改姓陈了呢 传下的时候跟你怎么讲的呢 那是几代代传下来的啊 那怎么 那怎么就是顺地的后裔怎么会姓陈呢 第四代的 你这闻闻起来啦 你看 你这看起来啦 一晚 红山 军与一层 万红 为马 一城国 该国为时 而有一行 几多城行 因为 至于可为 巡判 不可以一步一做 所以就是之后就是改姓陈 按照陈国生老人的说法 道县一带曾处在陈国之下 所以这里的人们都改成了当时的国姓 姓陈了 但是顺地陵 早已在三十五公里外的宁远县九仪山被发现 鬼仔岭并不是顺地临秦所在 那么这些石像怎么会是顺地的陪葬品呢 在这本已经泛黄的族谱上 有从顺地之后到同志元年撰写之前的所有朝代的陈氏族人的名秽记录 但是 仅凭这本晚清的族谱真的就能证明田广洞村的陈氏就是顺地的后裔吗 在迎圣词的墙壁上画着壁画 画面中有一位身穿黄衣的老者 在一群人的陪同下出行 除此之外 还出现了两个头戴凤冠的女人画像 一个骑马 一个坐车 据当地传说 这些壁画画的其实就是关于顺地南巡 以及他的妻子鹅黄女鹰千里巡夫的故事 可问题是 不论是万圣庙还是迎圣祠都是清代建筑 而清代共生留下的石碑 却说不知道石像的真实来历 换而言之 当时的人们根本就没有 把顺地灵和石像联系到一起 而且在1972年出土的马王堆汉墓中有过一张薄画地图 清晰的标明了顺地灵在九一山 所以就此断定 鬼仔灵是顺地灵 未免过于草率 专家并不认为 鬼仔石像是地灵守卫 他们认为这些石像是为祭祀而造 随着勘察的深入 我们了解到了更多关于石像的信息 现在鬼仔岭石像报批进行文物挖掘的手续正在办理之中 相信不久之后即将开始的文物挖掘工作 会给人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究竟鬼仔石像是为了祭祀谁 为什么这么一块荒山野岭会成为古人祭祀的圣地 我们期待着鬼仔岭石像能够带我们回到道县 三千年前甚至是四千年前的历史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